在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美国加息不会引发98年的楼市危机重现 陈茂波在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候 美国这个星期加息 本港将会无可避免需要跟随 最优惠利率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上调 将会是四年的首次 最优惠利率上调时间 将会取决于银行和存款流动性等等的因素而定 他相信本港银行的体系 有相对的充裕的流动性 本港不用跟随美国的加息幅度和速度 陈茂波又说 目前市民持货能力强 发展商提供的杠杆 也不如昔日那么高 美国加息会引发98年的楼市危机重现